SBL玉楼篮球队员卷入千赌打假球事件 上周五被移送递检复训 篮协也祭出成主 篮协表示 柯敏豪当庭逮捕后深压 李贤恩和班爸分比30万和10万交保 一共9人涉嫌赌博诈欺罪 违反运动采券发行条例 另外T1台皮永丰云豹的罗振峰 签署切结后坦诚曾投注SBL赛事 一共10人被逐出篮坛 根据周刊报道 整起假球迁赌案 前九泰科技篮球助理教练 邱继伟是大组头 买头吴继颖和柯敏豪打假球 这两人又找了严文佐来帮忙 和其他球员配合 打假球发酬劳 后来又开始涉赌下注 而赌最大的吴继颖帮忙下注的 包含前女友吴品轩 一个球技下注金额就高达两三千万 他还会向朋友借钱迁赌 势力定检将涉案的相关人员 以三万六万和十万交保 篮球协会副秘书长张成忠也说 这次是在规范内最严重的处分 展现篮协队防止赌博和假球的决心和态度 SBL新赛季会正常进行 不过面对提问 新赛季是否会受到影响 张成忠表示还言之过早 健康的运动却被步伐手段当成练裁工具 蓝鞋大动作陈储 只怕能在风波后还给蓝坛正常还击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